华联社清洁队举办的113年度 上半年度自为消防编组演练 首先是由清洁队长吴庆展 针对了垃圾厂常见的各种起火状况 以及应应立即采取的应变行动进行说明 同时也邀请到了消防局美伦分队 来教导队员们实际操作灭火器 那么市长卫嘉燕也特别到场关心 期许队员们在未来面对灾难 或者是紧急状况时 有更加充足的应变能力 花莲市清洁队每半年举办一次消防演练 希望透过防火知识教育和实际操作灭火器 来加强清洁队员们的防灾安全能力 今天是我们消防宣导的一个部分 那今天也谢谢我们美伦分队 那特别在一大早 那天气也非常炎热 来到我们的队部 然后来教我们所有的队员 跟讲解一些我们要防火的一些宣导 那主要还是要跟民众来做一个宣导 就是说有烟头啊或是蚊香啊等等 都一定要熄灭 只要有火源的地方都一定要熄灭 这是要跟我们所有民众在拜托的 如果没有熄灭 到了我们清洁车 可能会引发火烧车的一个事件 因为以前就有发生过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如果没有立即的引发火灾的话 可能到了我们的 到了清洁队回来的时候 到垃圾厂的时候 可能堆滞垃圾的时候 也会慢慢的做一个闷烧的 可能会引发更大的一个火灾 那所以真的要拜托所有的市民 那只要有火源的东西 请大家务必要把它洗面 首先由队长吴庆展 针对垃圾厂常见的各种起火状况 还有应该立即采取的应变行动来进行说明 同时特别邀请到消防局美伦分队 来教导队员们实际操作灭火器 市长魏佳燕也呼吁民众 一定要把火源熄灭再来丢垃圾 队员们也必须要具有警觉性 发现火苗要依照标准程序 立即处理 避免灾害扩大 戒律会欢迎市报道